这位评论者 他恐怕还是不是太清楚拍卖行业的规则 哪个拍卖行会跟你说 我们这合理犯规 你交保证金 如果你举了 你不给钱 行 没关系 保证金归我了 下次您还来 是这样吗 再者说了 哪个拍卖师会跟您说 看不懂我们这拍卖场 告诉你 很简单 跟踢足球一样 跟足球场上一样 大家都合理犯规 恐怕也不是这么当的事 反而是我听到有些拍卖行业的专家 曾经痛心疾首的跟我感叹 说当前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 为什么搞得这么样的乌烟瘴气 正是因为有某些人 把中国足球的精神带进了拍卖场里 这个也算被此一说 意见之一 那么关于这个智慧 也有说反方观点 也有一篇著名的网友的评论 这网友评论也讲了 是对蔡明超全权爱国之心 很仰慕 但是老觉得什么地方 有点不太对劲 他就记得 曾几何时 不是有一阵 大家伙抵制加勒福吗 说当时出招的也很多 其中有一个招 他记得 是号召大家 咱们上加勒福 偷偷的 把他加勒福 那个食品柜 就放在冰柜里的食品 给他拿到这个床上用品的柜台上面去 这样的话 他这床上用品葬成那样还能卖吗 他这食品也不都烂了 也卖不成了 这固然说 也是一种智慧 这位评论就讲了 说咱们中国人自古就有孙子兵法 外国都拿这个当教材的 说明我们中国人的确是有这方面的 这个一个聪明的特长 只是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这里总是说要讲究诚信二字 拍卖这东西 跟其他生意一样 也需要诚信 即便在爱国的旗帜下 仍然不可有失体统 何况这时候毕竟不是外族入侵 或者民族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头 而这个敌我的这个武器 实力相差太远 那个时代 别人最可能的是同这事 会觉得我们中国人不讲究诚信 如果我们从此不跟外界做生意 倒也无妨 但这个又是做不到的事 这里边的得失 不知道谁能给算一算 我总是觉得一个国家与民族 如果要自立于世界 必然是要堂堂正正才好 你看这个也是一种观点 到底什么才叫真正的智慧 国家文物局表示 对蔡明超的举动事先并不知情 这完全是个人行为 非官方的 对此文物局不发表任何言论 当记者问及买家最终不付款 是否会影响中国人信誉时 文物局负责人表示 买家既然做此决定 就要对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 我们记者还接触了一位收藏界的这么一位专家 他私下里不高兴 为什么呢 你看他说的 他说蔡明超此举 是牺牲了改革开放30年 中国人在西方辛苦建立起来的不完整的信用 说外国人不知道蔡明超是谁 他就知道这是中国人干的 那么从此以后 他说我们这些人 在国际拍卖当中 你再想买很多大额的东西 是不是都会遇到一些麻烦呢 这也是一位文物界人士 他的观点 总之 现在的观点 那是太多了 你看 听说蔡明超不付钱 很多网友 听到之后感动 有的网友也是像刚才的评论里说的 说 人蔡明超 他参加这个拍卖会 说不付钱也是交了保证金的呀 那不付钱也至少意味着保证金没了呀 这也是很大一笔钱呢 那蔡明超也是很大的一份个人牺牲啊 为了挽回我们这个文物 可是呢 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蔡明超啊 是加世德的大客户 所以啊 他去参加拍卖 并不需要交纳保证金 所以咱们也为他感到欣慰 就这笔损失啊 也省了 当然 法国有法律 根据法国刑法规定 参加竞拍 但最终拒绝付款者将被判处2.25万欧元罚款和六个月的监禁 不过呢 蔡明超人在中国呢 你法国这笔官司你怎么打呀 所以说呢 这也是个未定之数 但是甭管怎么说 蔡明超本人为了干这件事 也确实是付出了代价呀 什么代价 你想咱甭说说说保证金那也不提了 人家讲啊 他以后还怎么在这个古董收藏界混呢 别说别的了 至少丢的是他个人的一份信誉吧 这个也算是人家蔡先生付出的代价呀 当然 现在也还不能定准说 蔡明超就是买东西不付钱 因为呢 按照规定啊 他这个距离最后付款的期限 实际现在看呢 还有一段时间 就说这个事情啊 还有可以周旋的余地 那 爱国的蔡先生 应该怎么办 那很多网友支持他呀 帮他支周 像这有的网友就说了 说这个不付钱呢 其实还可以有很多理由 你比方说 你说你这拍品啊 有瑕疵啊 呃 再比如说 拍卖行对这个有关拍品 描述不实 再比如说 你这拍品啊 我怀疑他来历不明 我怀疑他来历不明 等等理由 反正啊 还有一段时间吧 大家安慰蔡先生 总有办法 靠咱们的智慧 总有办法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办法 没法猜 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样 咱们拭目以待 但是这事引起的讨论呢 那不光中国聊 法国都聊 法国论坛上 有一位法国网友 就这事发了一句感慨 但他这句感慨吧 我觉得得两头说 就是反对蔡明超的人 听了之后啊 没准会觉得 这是他们法国孙子啊 讽刺我们中国人 但是支持 这个这个蔡明超 没准听了这句感慨呢 会觉得是法国朋友啊 夸咱们的 这是一句什么话呀 就这法国人呢 他由衷的感叹了一声 中国人呢 太聪明了 我说不讽判我 Splat 我说不许已 我说不许已 自己就能感激 就等你 做什么东西 你 靠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处 欲知大千世界 尚有何等传奇 自然是浅金 接下来请观赏 金桥名人面对面